说这个地壳的变化 海水的变化 这个跟道德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就是像那个水试验里面讲的 为什么呢 物质是从人性改变的 我们肉体是物质 我们的人性善良 可以把我们的生病细胞能够恢复正常 所以这种意念来治病最高明的 按照您这种方法 来治国 来跟人与人相处的话 那即可会改变 会改变不错 会恢复正常 人心能够影响和改变世界 这种说法有多少人会相信呢 我们来听 这些全辈的科学家们是相信的 这位是美国原子科学研究所 高级科学家迪恩·莱丁 所谓的世界是不像这个 是论物质的 但它是像一个体系统的 是一个体系统的 它是一个体系统的 体系统的体系统 它是通过空间和空间 在那种情况下 我认为 我认为 它有更大的影响 不只上我 但在全世界的世界 比较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现代量子物理学证明 人们的想法、说法、做法 必然会影响到周围的环境变化 这种理论在中国 其实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叫做天人感应 它的基础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的 天人合一的原理 它所揭示的是一种 十分圆满的万物运行的法则 天代表自然万物 而人只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而已 人和自然万物是个整体 无法分开的 所以云云众生的所作所为 一言一行 必然会影响和改变周围的天地万物 天人感应一点也不神秘 它只是一种自自然然的反应而已 几千年的历史和现代的科学 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古圣先贤教育后代子孙们 尤其当自然界或自己的周围发生了一些灾变的时候 就要警惕和反省 这往往是上天垂向 人们必须要尽快忏悔自己的过失和邪恶 发誓永不再做 才可能会转危为安 使一切重新再回到风调雨顺 平安祥和的正常运行中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古老的原则之一 小到一个家庭 大到整个天下 吉凶祸福的运行规律 全部涵盖其中 可以说古今中外 有史以来 无有例外 中国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祖宗5000年传统的 那是神圣的教育 所谓神圣教育 就是符合大自然法则的教育 神 前几年 99年 99年 50年 建国50年 我来参加这个庆典 国家宗教局接待我的 那是剧长叶祥文先生 他请我吃饭 就弹起来 他说我们共产党是无神的 我听了之后 我说剧长 那个神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它什么意思 我说神 你看看 用转字写的时候 已经清楚了 转字 这个左面是个是 是上面的 两横 两横呢 上面也很短 下面很长 那个在古时候 这个字就上子 上下的上 就上天 下面三条 三条表示上天垂向 用现在的话来讲 叫自然现象 哪一样不是自然现象 人生也是自然现象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个神 神你用转字写 这就等于三个关口 这一条线 关通 这个意思很明显 你通达宇宙自然现象的 这个人就叫做神 我说是这个意思 不是是啊 如果是无神论 你说那就肯定 世界没有一个人 能够了解宇宙自然的真相 那人就变成愚人了愚痴了 他说那我们以后不能再讲 无神论了 对了 没错 所以你要懂得 这是个字什么意思 神这个意思就是通达宇宙自然的真相 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是 诸法诗相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能够通达明了 这个人就成为神人 圣跟神是一个意思 圣是明了 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成为神人 明了还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明了 没有完全通达 称为贤人 圣人是完全通达明了 是这个意思 在中国这个字的意思 你要搞通 你要懂得它什么意思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简体字的时候 这个是很糟糕 这很多的意思都不同 都都看不出来了 所以中国文字在全世界 任何国家民族找不到的 智慧的符号 你仔细去观察 你会觉悟啊 这两个字念于寺 就是求语的祭祀典礼 这种天人感应的典礼 在中国比周朝还要久远的远古就有了 2000多年前的东汉 于寺已经列入国家典礼 以后历代都有研习 每年春四月 皇帝要率领文武百官 隆重地进行求语大典 这些在历朝历代的史书中都有详实的记载 比如清圣祖十路中 一代明君康熙就尊尊告诫自己的皇子和诸位大臣 他说 我已经当政五十六年了 大约有五十年再起雨 每到秋收都是丰收 过去旱灾 我就在宫中祈祷 常跪三昼夜 只吃点清淡的菜 连油和酱都不敢用 以表达我摘戒的诚心 第四天徒步到天潭 在祈祷 忽然云雨大作 步行回来 地上的水漫过了斜 后来其他各省的人来经讲述 才知道那一天 全国各省都下了雨 所以我说京城所至 天地一定会有感应 明朝的大明会典记录 1585年大汉无雨 连井里都没水了 万历皇帝亲率四千多名文武官员到天潭其雨 他发布训词天时抗汉 固然由于他本人缺乏德行 但同时也是贪官污吏 刻薄小民 冒犯天河的结果 务必要改弦更张 赤退恶人 推行人政 神宗实录记载 未到一个月 咒语带着冰雹 连降了两天 在清朝的世宗实录记载 中国历史上 最为勤政英明的帝王之一雍正 多次批示 从来天人感应治理影响快捷 凡是地方汉烙灾害 都是人事造成的 或者朝廷政务上有过失 或者总督巡抚大人们独职 或者太守支县不称职 又或者一个地区之中 人心奸诈虚伪 风俗不够厚道 这些情况足以冒犯天河而招致灾殃 地方遭灾 官员奏报 雍正皇帝就批示 像你们这样的巡抚 我就知道 地方必无丰收之理 天降冰雹 为什么专降在你们几位 所属的地界 真是太奇怪 太可怕了 你们做官十分不妥 要小心 何等都府就有何等年岁 天道随人 快得很 实在令人生畏 在直省都府中 气量狭小 浑浑噩噩 没有像你们二位的 刚到湖南 水换道 掉到江西 旱再来 去了甘肃 又下冰雹 如此响应 奇哉奇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